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我們有一條叫做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這個價位很重要 因為我當總統的時候 國際平等機構都說 台灣經濟發展的瓶頸 就是我們的基礎建設不足 所以我在2017年 我就拿一個預算 說一年一千億 平均一千億 八年八千億 讓我們台灣的基礎建設可以做得好 這個預算通過之後 我們就有經費 來建設我們的雲林 像我們用差不多二十億的經費 來改善雲林的道路 我們也在雲林 193的學校裡面 我們剩三千兩百台的零器 讓我們的學生讀書比較舒服 大家說好不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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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也要去一個全民運動館 也準備要去新的老人活動中心 這些建設都是因為有蘇智芬在立法院打拼 蘇智芬在跟我們進出 所以我們跟蘇智芬打一聲鼓勵 給大家求一聲鼓勵 好 好 台湾 We are in Taiwan